大家好,Pokeo.com 将会大家介绍英文文法 情态助动词 情态助动词一般是用来 表示刷着态度,强弱程度 每个情态助动词 都有一种以上的含义或者是用法 在我们Part1的时候 我们介绍 情态助动词 礼貌,请求及态度 情态助动词包含了 Can, Could, Had, Better, May, Might, Must Ato, Shall, Should, Will 跟Would 那在我们Part2的部分呢 我们将介绍情态助动词的肯定程度 在这里呢 我们要先介绍的是肯定程度的现在式 那何谓肯定程度 是指我们对事情真实性的确定 如果我们对某件事情认为是真的 我们就不必使用到情态助动词 像我们看到这边100% 100%的部分呢 He is sick 代表他是真的生病了 在我们95%的时候呢 我们使用到情态助动词 He must be sick 代表呢 他是强烈的肯定 肯定程度低于100% 但是还是非常强烈的肯定 这时候我们可以使用到情态助动词 那如果是50%或低于50%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使用 May, Might, Could 表示一种低程度的肯定 他是或许可能生病了 但是只是猜测 但是只是猜测 也许还有其他可能性的存在 接着呢 我们要介绍的是肯定程度 现在式的否定 也就是我们刚刚的部分呢 我们加了not去改为否定 比如说像100%的时候 他讲he isn't hungry 说到这是完全肯定他不饿的状态 那如果99%的时候你可以使用 He couldn't be hungry He can't be hungry 这边我们就会使用到的情态助动词 那说话者认为他不可能饿 但是并非百分之百的肯定 当couldn和can't用于否定句的时候 表达其肯定的程度时 强烈的传达出说话者能认为某件事是不可能的 那95%的时候 He must not be hungry 他的这刷者表达的是逻辑的推理 一种合理的推测 他可能不饿 那如果是50%或低于50%的时候呢 可以使用he may not be hungry he might not be hungry 这也是刷者猜测可能性 低于50%的程度 接着呢我们再介绍一下肯定程度的过去式 也就是刚现在是我们改成过去式 我们使用到what were 那在这边呢 如果你是主动词去改成过去式的时候呢 你必须主动词加have been 这样就可以了 在这里呢肯定程度在过去式的100%的时候 你可以使用例句像是he was sick 表示完全的肯定 那在95%的时候呢 你可以说he must have been sick 表示做逻辑的推理说他生病了 但是肯定程度呢是低于100%的 那如果是低于50%或是50%的时候呢 你可以使用到may might could 来表示说话者提出可能性 他或许可能生病了 只是猜测 也许他有其他的可能性的存在 接着呢我们要怎么把它改成过去否定呢 这边要我们使用了加刚刚的 把肯定加的not改成否定 那在100%的时候一样 我们不使用其他主动词 he wasn't hungry 他是完全肯定他不饿的 那99%的时候你可以使用 he couldn't have been hungry he can't have been hungry 可以使用could or can't 但是呢表示他想要表达的程度呢 是强烈传达说 说话者认为呢某件事情是不可能的 那在95%的时候你可以使用 he must not have been hungry 表示呢说话者表达逻辑的推理 一种合理的推测他不饿 那在50%或低于50%的时候 我们可以使用 may not或mind not hungry 说话者是猜测可能性低于50% 接着呢我们要讲的是未来式的部分 当我们使用到will代表说话者呢 是完全的肯定 所以呢我们看一下例句 he will do well on the test 表示他考试会考得很好 100%的肯定他一定会考好的 那当我们90%的时候 我们使用到should或者是altitude的时候呢 就要表达对未来事情的期待 所以呢他可能会考得很好 那期待他会考好 而且认为他会发生的 那假若呢我们使用should或altitude的过去的时候呢 我们是表达说话者期待的事情 他并没有发生 那如果是50%或低于50%的时候 我们可以使用may might could 表示说话者呢只是猜测他可能会考 但是未必会成真 所以呢50%或低于50%以下的发生几率 请在助动词的进行式呢 我们先分为现在进行式 它含义的代表是现在正在进行 那我们该怎么使用文法的部分呢 请在助动词我们加be动词 再加动词的ing 我们举例来讲time may be sleeping time可能正在睡觉 这就是我们请在助动词的进行式 现在进行式的部分 那如果过去进行式呢 代表是过去某一个时刻 它正在进行 一样我们请它助动词我们加have been 加动词ing 所以she might have been studying at school 它呢可能正过去的时间点 正在学校读书 接着呢 表示宁愿 would rather 我们该如何使用呢 决定来讲 I would rather go to a movie tonight then study 这里呢讲的是 我宁愿今晚去看电影 也不愿意读书 would rather呢为情态助动词 所以它后面的动词 我们要接圆形动词 那then的后面之后的动词 也是一样要接圆形动词 那I would的缩写呢为 例句呢 I'd rather not tell you 我宁愿不要告诉你 那否定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使用呢 也就是would rather not 那以上呢 为情态助动词的part 2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